我们也跟您父亲聊过 您父亲也说过 其实在出版东方艺文录之前 你已经有了几十万字的手稿了 但是为什么没有想过出版呢 这本书是 导致我父亲和我理念不合的根源 如果因为这件事 而让我身边的人受到伤害的话 我愿意出版这本书 然后我会将 《入梦赵金红》放上榜 然后锦绣之后就打算出版它 《入梦赵金红》 这名字不错 那今天其实你拿出了很多证据 一是电话连线 二是这样的鉴定书 那其实在我看来 这都是一些间接的证据 你还有更多的东西 要跟我们分享吗 这网友也太过分了吧 说什么能代写第一步 就能代写第二步 这么长时间不发生 是找爸爸代写去了 真气死我了 这些黑粉怎么还在刷屏啊 周川老师拿出这么多证据来了 他们怎么还不依不饶的 这个舆论战是特别难打 可能这一次还是赢不了吧 今天再次感谢周川先生 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 至于是不是代笔 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 再次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周川老师 等一下 等一下 我有证据 这是我高三时候的耳末考卷 上面有关于落后神术的 故事原型和关键语句 我相信 这个可以证明 落后神术在我高中的时候 就已经有了出现了 哇 你是我们节目第一个嘉宾 能够拿出高中考卷 来证明自己的人 这个考卷看起来 还有点年头 来 我们摄影师 可以给一个特写 刚才我看了一下 这一段 好像是和原书的语句 是一样的 是 其实我今天 决定站出来澄清 并不是说希望给那些 希望我不好的人 一个解释 而是希望能给那些 坚持不懈相信我的人 一个交代 打赢了 在我们节目 即将结束的时候 没想到 我们的儿子 长大了 来 该做饭了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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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棒 非常感谢您提供 这样的直接的证据 那其实有一个问题 我个人会非常好奇 不知当问不当问 你说 我知道在你们这个圈子 好像对编辑这个角色呢 有一些争议 因为觉得这是一个存在感 很低的一个职业 谁当都可以 而且你之前还挺同意 这个观点的 但今天你又爆料了 你和你编辑的关系 那你是什么时候 有了观念上的改变呢 我 我不觉得这是一种改变 我觉得更像是一种 想起了曾经遗忘的东西 我们可能忘了 在很久之前 编辑就是作为 灵魂一样的存在 一本书的出版 形成 包括它的内容 包括它的用词 可能会有一些作者的影子 但是也有一部分是 编辑的意志存在的 在很早之前 编辑就是作为这样的灵魂 一直默默存在的 我觉得 不是说忘了就忘了 当你有一天遇到了一个 对的人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 突然间想起了这些事 可能很多人都觉得 我好像从一开始 就非常地顺利 我不需要别人来辅助我 直到我遇到了被人 污蔑淡笔 我甚至不敢去拿出 我的处女错我才知道 其实我的写作生涯力 也是充满遗憾的 也可能是因为曾经 我被否定过 所以我会习惯性 用否定的方式去 去逃避很多事 比如说我会用否定的方式 去否定我自己的不足 但是是我的边界 是她一直吹在我屁股后面 说你哪儿 哪儿 哪儿不好 你哪儿 哪儿 哪儿 你哪儿 哪儿 需要改 也是她逼着我去参加 滑指甲 也是她告诉我 不完美并不代表遗憾 也是她在这段时间里 坚持不懈地告诉我 会有过分 所以说如果你们 非要问我是怎么回事的话 我可以告诉你们 我 周川 拥有一个非常好的边界 而这个人刚好是我女朋友 我不觉得这个事 有什么不好的 我反而为之 欢欣不悟 太好了 放心吧 以后不会有人再诋毁你了 傻瓜 傻瓜 是以后不会有人 是以后不会有人 再往你身上破脏水了 不 口